江苏体育局组团拜会郎平 深入交流是为南京总决赛 还是为朱婷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中国女排三战三胜夺得北轮战冠军 依靠硬实力获得南京总决赛的资格 而江苏体育局官方平台在中国对夺冠当日发布了一则消息 给众多球迷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就是6月18到20日 江苏体育局局长陈刚 副局长王伟忠率领静体处 训练处 排馆中心等相关负责人调研中国女排江苏及运动员参赛备战情况 通过观看比赛以及与运动员教练员座谈交流的方式 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调研 该文章称陈刚不仅组团拜会了郎平 还与体育总局排馆中心相关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 之后又与张长明等三名江苏籍球员座谈 鼓励他们牢记使命 全身心投入东京奥运会备战参赛工作 威国争光 为省天才 有球迷认为江苏体育局此番赶赴北伦 明正式考察调研江苏籍球员 实际上是为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而来 一是学习考察宁波北伦的相关组织工作 二是提前了解国家队的相关需求以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三是接棒北伦站让赛事更有仪式感 若不出意外 以上三点确实也是江苏体育局此番组团而来的核心目的 但是也有敏感的球迷直接指出 江苏体育局此行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还有另外两个目的 一是拜会郎平及排管中心相关负责人以增进感情 为江苏球员参加东京奥运会做情感投入 二恐怕是为朱婷而来 可能加入争夺朱婷的阵营 因为朱婷是为备战奥运会而结束土超联赛 他加入哪个俱乐部 该俱乐部的队员参加奥运会的几率就会大很多 尤其是于二传手来说至关重要 在江苏体育局公开组团败会郎平之前 天津体育局此前也组团败会过 就是在女排香港战比赛中 下逢天津青年女排赴港交流 在天津排管中心主任李珊的安排下 天津体育局局长李克敏与国家队做了充分沟通交流 夫人灵溪 魏秋月 张萍 张娜等人皆有参与沟通 而更早些时候的三八妇女节当天 天津副市长曹小红也组团看望慰问了中国女排 当时有天津球友称是为了协调国家队队员代表天津参加亚剧杯的事宜 但也有球迷称两番败会可能是为朱婷入金而来 秀此有天津媒体特地征询了李珊意见 李珊未明确给予答案 只是笑着说要球迷买联赛套票 其实无论是天津还是江苏 距离中国女排训练根据地以及排管中心都比较远 不如北京女排俱乐部走动方便 所以走动一次都会引发舆论关注 但毫无疑问 想要引进朱婷的绝非金金苏三家 因为朱婷是关着联赛冠军的归属 还关系着球员能否参加奥运会的事宜 但朱婷究竟花落谁家 目前还不得而知 总之天津和江苏的态度都已做到极致诚恳 相关工作也已到位 对女排发展也做了巨大贡献 这一点应当给予掌声 你有什么评论吗 请留言 可不可以 拥有一个体内 亦 我